由金华城改建的金华广场 正在如火如荼动工当中 未来将建成19层楼的高楼 不过现在840%容积率惹异 就连前市长柯文哲都遭到积压境界 议员不分蓝绿就指出要求蒋市府停工 不过蒋市府说要等到起诉后才会动作 等等等就怕等到起诉之后 金华城已经盖起来 多给的容积率 北市府怎么追 目前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要求金华城立刻停工 第二个是让他们继续盖 之后要求找贷金 把多拿的容积率换算成钱吐出来 违法容积是经过法院认证的 蒋市府却不愿意把金华城停工 未来要处以容积贷金的话 那岂不是叫业界所有的建商都去违法 只要用钱就可以解决吗 停工当然就是等所有法律状态确定以后再说吧 司法的诉讼或者是市府跟金华城的行政诉讼 加起来可能要五年到十年 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一直处于一个停工的状况 我刚刚说的对于地址会不会有影响 可吻哲的烂摊再加一 蒋市府目前不停工只说要研理相关可能方案 该怎么善后 独发局长王玉芬早在今年四月就曾公开讲过 如果查有不法 我会立刻停职 此话一出市府几天后就收到来自威京集团的律师函 要求说明善后方案是否如局长所言已经确定 议员就解读他们想表达想停工没这么容易 质疑根本就是对官员施压 恐吓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要台北市政府的官员要闭嘴不要再讲话 我想讲完如果不再硬起来 让这种不孝的红顶商人一直欺压官员 那这样子的市长真的太不是人了 法律师函质问北市府 微经集团争议在天一桩 金华城岸延烧至今 什么时候停工也成为蒋市府的奸赏压力 明星文 最后报道